佩慈從小就覺得他比我漂亮 妳比他漂亮對不對 不是 我只能說我們是不同類型的 佩慈在心裡自己有一個排行榜 就是他排第一 然後大S第二 對 能跟我競爭的只有大S 對 妳呢 我沒有 他都一直覺得我就是一個 不是美女 邪心 不只美貌和大S競爭 我佩慈的感情路也精采的不遑多讓 不遑慈近日替閨蜜小S宣傳新歌《難得現身》 她2014年初替大陸富商男友季曉波生了女兒後 年底就宣布全面退出演藝圈 男人至今育有四個小孩 不遑慈卻始終進不了豪門 仍是單親媽媽 被不少網友嘲諷是聲譽機器 面對這一切她怡然自得 但估計所有人都想知道 她現在這樣真的甘願嗎 吳佩慈在你們學校的時候比你們出風頭嗎 她那時候是轉學生 然後我還記得佩慈一踏進教室 然後我跟我姐就立刻 我姐就立刻說 妳看一看 這裡的還蠻正的 把她罵在我們旗下 吳佩慈從小就長得漂亮 和大小S 阿牙等人獨華鋼時 就在兼差當模特兒 19歲正式出道 而說起她的個性 身邊的朋友們是這樣形容的 小大姐 講話白目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學校有人愛戀她嗎 沒有人敢 我都想說為什麼佩慈那麼漂亮 沒有人喜歡她 因為她嘴巴太可怕了 而且後來發現她整個行為很另類 大餅講她考試那一次 這件事情真是百數不厭 你會不會做太誇張了吧 因為真的 我們想到最後要倒吸口氣 有一次我們表演的課的時候 老師要我們考試的題目是 有一座獨木橋 中間有一條蛇 妳要怎麼過去 那大家都很努力表演 很少有人耍寶 連CD我記得 她也是爬到中間 還這樣倒過去 結果你知道吳佩慈 她就這樣 哇 獨木橋也 我最喜歡獨木橋了 然後就過場 哇 有咬水 妳要不要跟我作朋友 然後水就咬她 她竟敢咬我 其實我一直不想說 然後我全班都下了後座三部 然後表演老師問她說 妳有沒有想過轉學這件事 還剛轉進 所以她根本就在惡演是不是 惡演美少女戰士 而且她就在台上演完了整套變身 讓我代替原來懲罰妳 我們都沒有人敢叫她下來 就大家都傻了 一次她去按摩室 我有沒有跟你講 說她跟大姨兩個人去 就是那個盲人按摩那邊按摩 然後就是在那邊按摩室 就突然她媽媽就打電話來 她就說 喂 媽媽 我們在這邊給蝦子按摩啦 我姐說她整個背都僵了 想說 越愛越僵 我想電視不想說 怎麼這樣講 沒關係 她好丟臉喔 她不是故意 她不是故意的 她本來就是那樣 她平常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姐妹當中 竟然還有一個更白目的 她有一天竟然跟大姨說 我跟你講 妳這個皮膚喔 就是歐爸帝 對 她會說 不是 她在路上跟我大叫說 徐夕遠 我覺得妳好可憐喔 妳媽怎麼把妳身上歐爸帝啊 然後我就 她就已經想說 算了 忍住忍住 然後佩慈平常講話 就是比較白目 她就說 像我一身出來就是白 我覺得是歐爸帝真的很可憐 我好怕我嫁錯老公 是一個歐爸帝小孩 就是一個歐爸帝 到歐爸帝時 然後我就這樣子 手就捏起來 然後我就好想把她推到馬路 所以就給錢 吳佩慈很誇張 如果看舞台劇悶的話 她就會以為大家都沒有聽見 因為妳知道她常常陷入一個 自己的世界 她就會說 徐夕 這舞台劇也太難看了吧 然後因為舞台劇 妳想想她有多安靜 對 然後我就會說 佩慈 佩慈 收起來一點 旁邊的人都可以聽到 她說 徐夕 看看她好辣 然後我就會一直 一直掐自己 但是掐自己的同時 吳佩慈也會過來 就是一直掐妳說 好辣 我要走了 我要出來 不過這樣的她 卻是公認的孝順 連吳佩慈自己都說 我沒有什麼優點 除了孝順之外 我常常跟他們到 就是我們去玩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就立刻灌兩杯 我就自己乖乖上去 然後就坐計程車回家 對 就姐妹才 姐妹才剛集合完整 她就說 我今天要回家 而且就說走就走 絕對不會就是 真的耶 在裡面好像賴著不走 拜託我已經26歲 可不可以不要再那樣 就是 對 所以妳講出這個 拜託我已經26歲 妳心裡其實很害怕 很害怕 非常害怕 妳怕什麼 妳媽會罰妳嗎 不會 但是 因為我可能就是不想她心情不好 很care 所以妳如果說 我已經26歲 然後妳媽就哭了的話 妳以後就再也不敢頂撞她了 她倒是不會哭啦 但是她就是 裝作沒聽到 下次又一直奪命連環扣 我沒有辦法不接我媽的電話 因為我媽會一直打 就不接啊 關機啊 我沒那個腫 她沒有那種 我沒有那個腫 我不敢 我不敢 貝茨竟然是這種咖 她是這種人啊 我跟妳聊天了解 妳會覺得怎麼可能啊 好鬧喔 狼皮的羊 就是啊 牠在外面不是很囂張嗎 對啊 這位披著狼皮的羊 會被這麼保護 全因為她也算是個富貴小公主 加進誘惑 17歲的生日禮物 就拿到啪的包包 連三個康熙都不得了 以珠寶來看 吳沛詩比較厲害嗎 今天的話 今天的話 那應該要十幾萬吧 這要350萬 對 妳今天還踢館啊 妳叫什麼 手上的也要快接近200萬 妳是為了上節目而戒的嗎 沒有因為他們說今天有珠寶 所以我想說這樣就太糗了 結果沒想到 而公主在找對象時 看起來並不願意委屈自己 內來匪文男友都非富即貴 19歲剛出道時 就與當時的專輯製作人張洪亮傳曖昧 之後與大10歲的餐廳老闆TED交往三年 2005年跟TED分手後 則改跟林志玲前任James拍拖 因為聚少禮多而分手 沙龍帕斯小開 所以呢 怎麼樣 正在交往嗎 他家真的是賣沙龍帕斯的嗎 我也拜託放過我 為什麼 沒有 為什麼要放過你 我覺得應該算是就是 我覺得交朋友是件很好的事情 然後我也一直就是 其實滿少有機會認識別人 對所以我很珍惜的難得的機會 好 我們這樣幫你搞雜就對了對不對 對 還是想要低調一點 反正你可以免費拿沙龍帕斯吧 沒有 我跟你講 要多少有多少 真的嗎 真的啊 好 很好 2007年 他被抱與沙龍帕斯小開 十明天交往 南方還為他反抗父母 可惜只愛了一年 就草草結束 那個吳沛茨最近的緋文 也是跟你們報告過的 報告過 碰過很多次面 所以那一位先生 真的送他很貴的鑽石手 我到現在還沒收到 所以還沒有機會 你說鑽石什麼 就生日禮物 就錶 鑽石 對 我不知道這件事耶 因為我還沒收到 收到在保證欄給大家看 他為什麼知道 而我不知道 因為記者寫的 你根本不關心 吳沛茨的新聞啊 記者都知道 你竟然沒跟我講 2008年 吳沛茨與飛機上相識的 馬來西亞富商 Peter Chen交往 他是保利柏娜和海蝶商片 兩大公司的海外投資商 身家至少超過一元人民幣 吳沛茨曾一度宣告 他是理想的結婚對象 然而相戀四年後 傳說他因為隱瞞 與男演員合拍大尺度戲份 讓男友氣到與他分手 我這輩子好像沒做過什麼瘋狂的事 吳沛茨接下來的人生 對許多人來說 或許就有點瘋狂了 2013年 他承認自己懷了紀小波的孩子 紀小波是大陸人 在香港澳門白收起家 同時投資礦業環保事業和房地產等 作用百億台幣資產 直到女友懷孕後 紀小波也到台灣見過女方家人 並送上10.6顆拉的鑽戒 當時吳沛茨甜蜜的對外表示 我懷的應該是女兒 不過男友說我們家只會有一個公主 那就是我 更強調 會等到完全瘦身後 可以塞得下漂亮婚紗 我才要嫁 未婚生子不是我會走的路 之後六年間他不停的懷孕生子 最終生了兩男兩女 而他只要每生一個 網友總是會問 紀小波肯娶你了嗎 長官紀小波則是非文不斷 似乎不把吳沛茨放在心裡 更有爆料男方曾說 孩子可以生但結婚不可能 因為吳沛茨真的算是非常勤勞的人耶 他在他自己生日派對那天舉辦了 法國 公廷市 公廷市 馬力皇后的生日 台北好弄那個法國公園衣服嗎 就是非常辛苦 那一次結束之後我想說 這輩子不會再這樣整我自己 還要戴大假髮 對 大假髮 大膨膨裙 而且是大概有30個人 面對這一切 吳沛茨總是一副 你誤會了 我很幸福的樣子 其實就算沒有那張結婚證書 在男友的加持下 外傳吳沛茨身家 高達台幣232億 比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還高 曾在39歲的生日派對上 用昂貴的白松露片當雪花灑在身上 更花了40億元台幣 為准婆婆打造水晶巨龍裝飾 只是今年紀小波接連傳出欠債消息 去年還捲入了澳門洗米華涉嫌賭場罪 儘管發了聲明否認 但看看這一年來 吳沛茨變得格外低調 難免令人起疑 財務確實有狀況 總之不管如何 人生的路都是自己選的 外人也不好多說什麼 最後就用王思聰的話來做結吧 加油 單親媽媽 都不能互相 狀況 神明 一千二十五個月